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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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比特幣 市場第一個加密貨幣問事時 沒人能預知它會搞得這麼大 第一筆比特幣交易 才只是兩塊披薩耶 但後來它發展得很大對吧 創立十年後 它卻不在穩居寶座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我們回到最源頭 2007年 日本 一個名叫中本聰的迷樣男子 開始著手實現一個大膽的想法 虛擬錢幣 一種在虛擬空間的貨幣 隔年8月 三個人申請了這個加密專利 令人驚訝的是 這三人沒有人知道中本聰是誰 因此 有傳聞稱這個名字 因是一群日本人用的化名 2008年8月18日 Bitcoin.org 匿名註冊成功 兩個月後 中本聰發表了一篇 名為 《比特幣端對端電子現金系統》的白皮書 解釋了比特幣背後運作的方法 但是 這個系統一直到2009年才開始正式運作 當時創作者打造了 創世區塊 當然 中本聰做了一個比特幣的交易 給軟件開發者10塊比特幣 2009年10月 比特幣的匯率終於揭曉 1塊比特幣等同於0.003美金 不是很多 對吧 比特幣是時候開始正式交易了 而第一個交易紀錄是 2010年的5月潛入 一個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城市設計員 花了1萬塊比特幣 約是25美金 買了2塊披薩 他一定沒想到 幾年過後 他花的這些錢 會價值約3900萬美金 可以吃一輩子的披薩 2011年時 1塊比特幣終於和1元美金等值了 4個月後 1塊比特幣等同於31美金 但好景不長 這樣的匯率只維持了4天 由於出現安全問題 比特幣就再度掉到10塊美金 但這並不阻礙比特幣席席捲全球 在越來越多商家接受比特幣 新的app接種問世後 比特幣在2013年的4月再創新高 漲到266美元 接著雖然又經歷了重新漲跌 但同年11月又再創高峰 飆到1242美金 2017年是比特幣的黃金年 夏季時 幣值增加到3000美金 9月時衝到5000美金 接著2018年初 更突破13000元美金 但之後馬上就開始走下坡 如果2018年你過得很不順 比特幣大概跟你一樣衰 沒有一件事是順利的 中國政府大力整頓虛擬貨幣 而同時臉書、推特、谷歌等 也禁止虛擬貨幣的廣告攤登 因此 比特幣下跌回到3000美金 最近狀況好一些 用3900元美金才能買到一塊比特幣 即便如此 到底是什麼讓全世界最受歡迎的虛擬貨幣 以細封解呢? 這就要講到幾個關鍵因素了 比特幣仰賴一個由礦工組成的系統 來驗證每一筆比特幣交易 礦工們因其所提供的服務 獲取比特幣作為酬勞 但獲得收入的花費日趨增加 這樣的流程不但對比特幣造成傷害 對礦工也是 造成挖礦獲利越來越少 以致關閉 而這個循環似乎不斷延續 有些國家對虛擬貨幣並不友善 包括美國在內 2018年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對兩家加密貨幣初創公司寄出罰款處分 並令其返還投資者資金 認定他們銷售未註冊證券 以違反法律 因此可想而知 投資者對購買比特幣的性質大為減低 分析家同時對比特幣的下跌有另一個解釋 虛擬貨幣界的分歧 是這樣的 比特幣每秒只能處理固定數量的交易 而有些人對此並不滿意 2017年 虛擬貨幣界的一些人 進一步開發了比特幣 推出了它的替代版 比特幣現金 自然 大量投資者 轉而選擇替代版 因為這讓交易的時間縮短 也提升他們的工作效率 比特幣現金大受歡迎 如今 一塊比特幣現金 約於158元美金等值 你能想像 許多投資者 一開始買的比特幣都蒸發了嗎? 有很多說法企圖解釋為什麼比特幣一蹶不起 但都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這也不奇怪 因為這一切都非常的複雜 比特幣現在還是十分不穩定 所以你一投資 就等於是買了張樂透 但結果可好可壞 隨著比特幣的瓦解 其他的虛擬貨幣也逐漸崛起 如今 想要投資加密貨幣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例如 NIO NIO的前身是小椅 2014年 由達洪飛創造 是中國最大的加密貨幣 而因中國政府並不同意加密貨幣市場 NIO討論度變得相當高 NIO在2017年時發展到高峰 一塊錢等於162美金 但今日已跌至9元美金 是一個開源加密貨幣 創建於2014年 其隱密性極高 交易不留痕跡 因此受很多人青睞 甚至它的擁護者自掏腰包 為其日後發展 貢獻財力 但此貨幣也有黑暗面 因其高度的安全機制 可能淪為有心人濫用的工具 但開發者已試圖改善這個狀況 今天 一塊門羅幣價值54美金 萊特幣 萊特幣2011年由前谷歌工程師理查以創辦 是最早的加密貨幣之一 更被譽為加密貨幣界的白銀 其實 在某方面 萊特幣甚至比比特幣更優秀 它建立於一個開源全球支付網路 且區塊出塊速度和交易認證都更快 如今 一塊萊特幣價值約59美金 而開發者也接近所能 使其更受歡迎 廣為使用 達士幣又被稱為是黑暗幣 於2014年由艾文、杜菲爾德所創立 其實就是比特幣的更隱秘版 只要用達士幣 其匿名技術可使交易無跡可循 所以你不用擔心被曝光 而這個特點 也是吸引全球匿名使用者購買它的原因 目前達士幣的價值 約1塊90美金左右 以太坊 以太坊則是一個完整的平台系統 這個系統營運著其自由的代幣 以太幣 以太幣於2014年開始預售 平台則是2015年開始運作 根據其網站敘述 以太幣可以用於交易、認證、編賺等一系列事物 2016年時 以太坊發生了分裂 分為以太坊和古典以太坊 哇 兩年你就變古典了 現在對其有興趣的人 可以用137美金的價格買下一塊以太幣 但即便有這麼多不同加密貨幣充斥 市場還是很不穩定 加密貨幣真的可以挺過危機 在未來成為經濟的基礎嗎? 沒有人有肯定的答案 支持比特幣的人認為 可以用加密貨幣購買的東西 越來越多 當然還是不足以廣泛使用 且加密貨幣的供應量 和分布不均的問題仍顯示 這是屬於小眾的交易方式 各國政府對加密貨幣的監管也很重要 越多國家接受它 則投資者出資的越研究越高 而越來越多國家也開始著手研究加密貨幣 但是有一件事還是使人十分擔憂 那就是安全問題 雖然一些像門羅幣的加密貨幣有很高的安全門檻 但其他貨幣面對駭客攻擊還是相對脆弱 以比特幣為理 它以速度被黑客攻擊 使得投資者更是猶豫 因為每次被攻擊 其幣值就大幅下跌 所以安全性是加密貨幣市場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改善了這點 比特幣才能再次蓬勃發展且生存下來 這麼來看 雖然還是有一些預言 但加密貨幣市場的未來還是十分模糊 專家認為 比特幣為一切貨幣流通較弱的國家立下很好的基礎 尤其是沒有人可以控制其價格 但其他人則叫悲觀 認為加密貨幣太不穩定 注定要失敗 也有人對加密貨幣持樂觀態度 例如億萬投資人提姆·德雷珀 他大膽預測 2022年前 比特幣能達到1塊25萬美金 不過也有一種說法是 經濟學的存在是為了讓星象學更受尊重 簡單來說就是 誰知道 最後 如果這一切對你來說都非常混亂 讓我為你獻上億萬富翁投資大亨巴菲特的一句睿智的建議 不要投資不懂的東西 如果你真搞不懂虛擬貨幣 就像大多數人一樣 即便他們常常自以為很懂 但最終還是明智地決定 將錢乖乖地放進口袋 並離開 你對加密貨幣的看法是什麼? 覺得它是未來的趨勢嗎? 還是只是短暫的潮流? 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吧 也別忘了給這支影片點個讚 與你的朋友分享 並按下訂閱按鈕 持續鎖定亮生活頻道吧